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首先 请大家合掌 公相 维新圣教 我们的祖师爷 台湾祖师 今天是台湾祖师的圣诞 我们以虔诚之心和感恩之心 行三拜礼 一拜 再拜 三拜 各位维新闲事同修 今天是新丑年元月十三日 回顾一年前的今天 庚主年的元月十三 巧遇 世界 天文 沙神 武汉会员的暴花 让台湾人民 恐慌 世界人类也都一起恐慌 所以大慈大悲 王产老祖 开示 我们务必在元月十三日 在残疾山 仙活寺天坛 深坛 奉请 南天三十三天 王 第二十八天天王 数位天光辉王 光将 谈成 加持 让台湾天文永息 天灾永息 而且 而且必须要有 四百八十万部的精宝 作为三十三天王 转法轮 消灾化解的 法轮之良 所以我们也 谨征着 王产老祖的盛事 我们大家努力的 从二月十三到 一月十三到二月十九日 总共要送四百八十万部的 天德经 金宝 来供养 疫情 就可以 稳下来了 结果我们在二月十九日 二月十八日 送了还不够六十万部 也提示着给我们三天的灵确诊 让我们信心大增 但是还不够的六十万部 必须要 再补齐 那在一再的恳求之下 房产老祖 按预防大地 终于允许我们 再补六十万部 务必在三月三 来完成四百八十万部 所以我们所有维心圣教的 维心贤士同修 很用心的 很虔诚 来恭送了 四百八十万部 到了三月一日 我们已经达到五百六十七万部了 以此全部来供养 台湾的天文疫情 所以台湾一直零确诊 到了最近 才有一点点的小确诊 这已经对台湾人民 非常的十倍 政府的有违措施 人民的诚心配合 再加上宗教 各教各派都在祈祷 那唯独 唯金正教 也有最确实的 消灾化解 解冤赤解的法仪 就是恭送 鬼谷宣誓天德经 继续地恭送 因为地球 196个国家 还是那么的严重 所以王三老子 慈悲开示 不要独热热 要种热热 独热热就是台湾平安 我们很高兴 但是众络热地球世界 196个国家 的天文那么严重 我们必须要 以台湾为世界和平 天文大神的解冤 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们在7月24日 开始又深寒 工作地球196个国家 我们继续送经 务必要送到2380万部的经宝 来分摊给地球196个国家 的天文煞神 来做解冤次节 所以我们在7月24日 开始连续做了99天 99个法会 99个法会与松经 连维新圣教30经 每天供养栽串 香花果串 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天文煞神 能够解决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世界国际的疫情 就渐渐地稳下来了 到了最近 在世界各国的疫情 减了一半以上 所以在本法门 谨遵王产老祖天威 来做消灾化解的法谊 也由维新圣教 幻辈学院院长 袁松禅师 带领着所有法师 已经过分日到场 所有闲事 每天 深刻一供养 公众诸经 来作为解冤次节 消灾化解 终于 得到196个国家 各国的宗教 心灵灵 上帝 阿拉 的感动回应 台湾 台湾竟然有 这一这么多的人民 都这么慈悲 不独乐乐 众乐乐 这个祈祷 他终于 他终于 夺到 万国 的上帝 阿拉 大神 一起回应 所以在春节 前三天 王晨 老祖 盛世 万国阿拉 上帝 大神 一直要来 顾台湾 过台湾 除了疫情 都过台湾 以外 还是疫情 到过台湾 然后 共其 添加一加薪 世界永和平 所以这个 讯息 我听了非常感动 又高兴 但是苦衣 没有法衣 过去没有做过 所以请王晨老祖 是非 盛世 所以要以台湾 麻山 麻的山 来 布在台湾 这模型 这个意思叫 撒豆成兵 撒马成军 王晨老祖 会显化 万国上帝 会显化 所以我们就依照 王晨老祖所开示的 布置了台湾 这个麻山 然后用万灯 来供养 万灯的供养 是代表的 宇宙虚空 一片的光明天 我们灵性的光明 所以整个的谈成 法语 非常的 复杂 而且我们要恭送 本教们的精宝 王晨老祖 玄妙真经 《威古先师天德经》 阿弥陀经 金刚经 普文品的精宝 以精宝来会心 以精宝来会佛 以精宝来会上帝阿拉的心 万国的大神的心 所以我们 终于有了一个方向 所以在今天 新仇年度 原月13日 我们深谈 到2月2日 圆满 2月2日 是龙抬头 这是守护台湾平安的 一个法会 守护台湾平安的法语 希望各位维心 闲事同修 大家努力 用心来圆满 则世界真和平 在2月2日 会夺到 善果 得到万国 的大神 来共同守护台湾 维院 各位维心 闲事同修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来 行功利得 这是修行者 最上胜的 新法 我们是本着 王山老祖 给我们维心地址的 修行方向 就是要为国修道 为人类祈福 所以今天的 法语 法会 的意义 非常的 深远 和深重 我愿 各位同修 大家 一起努力 台湾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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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大家 共同的本愿 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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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我们维心圣教 共同的本愿 祝福各位 世界各地都有寺庙 各位维心圣教 圣友法师 最后法师讲师 及维心贤士同修代表 阿弥陀佛 今日 是新丑年元月十四日 是我们为新圣教 禅西山仙佛寺 代表三祖儿女 寇谢感恩 万国上帝阿拉大神 光将谈成光将台湾 共所台湾的平安 在天上世界 所有一切大神 无论一皇大帝 上帝阿拉 或是 所有的一切大神 都是天下一家亲 那么为什么 世间有这么多的恩恋情仇 让上天 上帝 玉帝 阿拉大神 感到莫名其妙 人世间为什么 有这一种冲突 有各种的相对力 就是人类的无知 所以王灿老祖 大使大悲 要我们深谈 来奉请 万国 上帝阿拉大神 万国包括台湾 中华民国 也是万国之一 那么在天上界 本是天下一家亲 而是天上一家亲 来到世间投胎 转世的众生 诸佛菩萨大神 忠神小神 应该要体悟 在天上世界 一家亲 天上一家亲 的本质 在昨天 深谈的时候 新圣教幻辈学院院长 袁松山师 以他修行的功德力 静观 法界 大神 发现 法界大神 都是非常的纯真可爱 而且很年轻 面目庄严 慈想 这就对了 所以我们赞叹 上帝 阿拉 自大神的本来面目 都是清纯 清静 的法相庄严 而世间的人 一样穿上 世间的不同 族群的衣服 外套 臭皮狼 就会有 对立 相互 侵袭 相互侵害 这也有为 上帝 天神 阿拉大神 以及一皇大帝 诸佛菩萨的 本来本心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一谈 从1月13日到2月2日 荣汉 这段期间 我们维宴 各位维京贤士同修 各位法师 诚心的 恭送维京圣教三十三经 的精宝 来回降 来供养 万国上帝 阿拉 诸大神 这样的话 就可以天下一家亲 由原来的天上一家亲 反映到 世间的人 就会悟到 天下一家亲的 尊许和苦贵 所以我们 每天 都以万灯 灯火 烛光 来供养 万国 的天神 上帝 阿拉 我们也以香花果串 来供养 也以阿拉丁 神灯 宝瓶 装 台湾 日月寒 日月 铜飞 日月 精华 艺 说 增过 干露 圣水 来供养 法界 这个坛城 的 布置 供养 这代表我们维新 圣教 把大家的心 代表维新 圣教 台湾人民的心 我们感恩 万国 万国上帝阿拉 大神 的慈悲 光匠 来到 维新 圣教 总本山 禅基山 千火寺 千火 残堂 谈成 受我们的 供养 和祭拜 与祈祷 祈宴 万国 上帝阿拉 把宇宙大神 共守 台湾的平安 也 共守 地球 世界的 和谐 而 修炼 成为 上帝阿拉 大神的 化身 在台湾 净土 所以 今天已经 第二天 我们 静观 上帝 光匠 来的 华喜 违宴 农天 护法 宝藏生 化解 干戈 戏战争 意愿 人心 相疼爱 同其 世界 永和平 台湾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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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 共 养 即是 疫经 大道 三火 币 化为 三天 大序 这个是我们 华会 的整个的过程 和 我们所得到的 回应 和 祝福 祝福大家 平安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不会增长 阿弥陀佛 好 各位微信圣教 法师 讲师 准讲师 与贤士同修代表 今天是新丑年元月十五日 是中元元宵节 普天同庆 元宵的大神 就三元上元天官大帝 也是我们所尊敬的福禄寿三星的福星 在上三界 福星 王山老祖 即是福星 所以我们维新弟子 都很虔诚地在求老祖 老祖也就是福星 这是老祖其中一事 在天上界 在世间界 他的圣号 修成了正国的圣号 相对的今天 是元宵节 在中国文化 宗教文化 道教文化 福星 上元天官 在中国就是姚帝 他来代表 他来代表 福禄寿三星的福星 上元三官大帝 在当下现在 民国以来 有修成正国了 就是台湾祖师 他也是代表福星 尤其今天 是台湾祖师的圣诞 我们赴国思安法会 等一下呢 我会代表 维新圣教 到台南 台湾祖师店 去祝寿 祈愿台湾祖师 福禄寿三星 守护台湾 祝福台湾 风调与盛国泰民安 全民百姓 不在饿 回顾庚子年 的武汉会员 来世汹汹 我们也到台湾祖师庙 去祝寿和祈祷 天恩勇息 天灾勇息 所以台湾祖师的伟大 不可思议 也不可说 那么今天 我们又一年 在这一年内 我们维新圣教 几书三百六十五天 的时间 所有维新贤士 都在 诱经 深谈 来祈祷 来祈祷 世界 万国 天恩勇息 天灾勇息 虽然 虽然还没有 息灾 这个天恩 但是 但是也已经 有相当相当的进展 我们非常的安慰 也非常的感恩 所以万国 上帝阿拉 就在春节前三天 王散老祖开示 上帝阿拉 要来 谭西山仙 我寿 来受我们供养 受我们祭拜 而且 是愿意 要来 加持 灌顶 台湾平安 天恩勇息 天灾勇息 这一个 大慈大悲的 上帝阿拉 我们很感恩 所以我们才从 元月十三日 再次深寒 香花果串 供养 香花情 香花营 栽串 供养 万灯 来供养 麻山 来供养 转化成 争气 共守台湾的平安 台湾有平安 世界才能平安 所以这一点 我们守务 守看的 是要广义的 不是 祝师自立的 祝求台湾平安 不管他人的 安危 这个是 他不对的行为 和信念 今天已经是 元月十五日 金鸿 三年 上品天官大地的圣诞 是台湾主持的圣诞 是姚帝的圣诞 也是王帅老祖 仪式的圣诞 那么今天 普天下 所有众生 元月十五日 生日的 也无量数 所以我们一起来祈祷 一起来祈安 消灾 化解 好 我们的生坛 已经三天了 到今天 三天来 大家的幸福 从早上公众租金 到了下午 四点五点 才圆满 所以各位的幸福 万国上帝 会来加持 台湾平安 加持各位的平安 祝福大家 幸福 吉祥和如意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知命才能知运 知运 各位 各位新圣教法师 讲师 先世同修 及护坛的 同修阿弥陀佛 今天 新圣教室 1月16日 是我们 深寒 奉请 万国上帝 阿拉 大神 共守 台湾的平安 大法会 我们 今天已经进入 第十圈了 犹如 太阳 要向 西 升起来 由东方 升起来 万国上帝 阿拉 是东方大神 犹如 东方的太阳 普照 台湾大地 让众生都能觉醒 让地球 所有人类 得到心灵的光明 心灵的光辉 一天 一天的 升华 所以我们 华会 公送租金 有维新圣教 奉辩学院 院长 圆中禅师 所带领的法师 及 宗经师 配合我们 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 大家共同深口意共养 以虔诚的心 来感恩 万国上帝 阿拉 当我们早上 起来的时候 我们面向东方 我们 和长 感恩 万国上帝 阿拉 普照台湾大地 我们每个人 这么做 你就是 每天在修行 若是各位同修 你们早上起来 还有时间 早点起来 面向东方 庆内 公念 北谷宠 天字经 或是 汪横 娥宇 学庙 真经 或是阿弥陀经 金刚经 或是普文品 做五部经 任何一部经 你早上起来 你的诵经 来供养 维经圣教 三十三经 这个也是 表达我们在为国就道 为人类祈福的 慈悲心和本愿 所以今天我们深谈第四天 我们得到 上帝的回应 回想 和祀福 给我们 一个鼓励 就是有如太阳 现在成时 已经升上 半空中 来加持台湾的平安 加持世界的平安 这样的话 一旦有问念情走出来 务必会有 因果业报 所以我鼓励 所以我鼓励 建立我们所有维心 贤士同修 平时 要学习 夺扰人 处 且扰人 你计较 你计较太多 并没有 对我们自己的修行道上 有加分 人生 我们去台湾 我们去台湾祖师大寺殿 去祝寿 台湾祖师大菩萨 他对于我们的祈福 感恩 万国 上帝 阿拉 来守护台湾 我们有这个 信念 行为 也是同样 可以得到 上帝阿拉 诸天圣神 佛菩萨 给我们的 加持 和加分 所以我们今天 深谈 万活 香花 果串 恭迎 万国 上帝 阿拉 所有一切大神 来台湾 光向台湾 护佑 台湾的平安 解冤是解 海峡两岸的同胞 应该要有 学行 这样的话 世界就和平 天下就太平了 天下一家亲 从这个基础开始 这即是 地天太 地天太 三年开太 过去 现在 在未来 都是平安 幸福和快乐的 祝福各位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护持播出 中文字幕由台湾的 来自身 中文字幕由台湾络新世界和平安